注意看 这个女人会纵火 必须红色拨点掉带裙 精致五官傲人身材 什么都不用做 就把路人迷失了魂 此等春色 就连老天也想窥探更多 轻松袭来裙摆撩开 此情此景 男女老少 都不禁露出了一母笑 尤其是男人阿伟 居然还有后续发展 就问这个待遇 你算是不算 而眼红的路人甲 从中插手 吸引注意全靠有我 哪知太过嚣张 居然敢对阿伟动手 这下好了 引来女人侧目 立马给你放把火 是的你没看错 隔空点火 不用工具不用靠近 只需美目一瞪 立马让你惹火上身 女人云云 自幼便因美貌 引来巫师垂涎 因不同意娃娃亲 所以被巫师诅咒 只要一生气或动情 就会喷火 除此之外 她还有另一个特异功能 就是说话好的 不灵坏的灵 谁敢惹得她生气 包你腹痛撞墙一条龙 虽说特异功能 看着很牛逼 但云云周遭的家人 无一例外全部早逝 如今只剩远方姨妈 是她唯一的亲人 哪知姨妈是叶总会的妈妈桑 见貌美侄女来投靠自己 便千方百计哄对方 当手下舞女 没想到来的第一晚 黑社会大佬炮哥口水直流 搞得下巴脱臼 一见面就想动手动脚 霸王硬上弓 幸好姨妈见云云有难 上前解围 但炮哥人狠话不多 直接召集小弟绑来做客 结果轮到他麻烦了 一个怒事 包你火烧屁股有多快跑多快 而为了避避风头 姨妈便让阿伟带着云云 出去耍一耍 知道孤男寡女 是怎么玩火的吗 别说生米煮成熟饭 就是生肉烤成熟食问题也不大 不管烤鸭还是热狗 统统都可 吃饱喝足后 就得做些运动 促进消失防止长胖 男人瞄懂一回 脱衣的速度比谁都快 虽然开局不太顺利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算温度飙到爆 水龙头管齐齐放 也不能阻止情到深处的小两口 停止律动 云云情场虽得意 但遭不住姨妈要搞事 特异功能是多好赚钱的法子 现在怎能放过 于是姨妈与阿伟妹妹玉玲 一拍即合 演了一出双簧戏 声泪俱下的欺骗云云 说自己患了恶性乳癌命不久矣 且医疗费用太高 他们实在支付不起 顺便一不小心 透露她的特异功能 其实能赚钱 没办法 为给姨妈赚钱治病 云云同意了他们的说法 首先应该戳破神棍骗人的招数 给自己的特异功能打响招牌 起初云云有些心软 哪知就在她犹豫要不要揭穿时 神棍三番两次占她便宜 这下哪还要犹豫 直接就在节目 揭穿神棍招摇撞片的真面目 而她凭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的能力 姨妈给她开了家打小人忠心 看谁不爽啊 拿她照片来 保证帮你出口气 很快 喷火圣女便声名远扬 但所谓人红是非多 神棍看到她的采访后 心生不爽 听到她的诅咒始于印尼 脑海瞬间 就浮现出了一个报复计划 女人生无可恋地发出嚎叫 玉手用力攥紧沙发 而旁边男人双手撑地 上下绿洞坐着俯卧撑 尽管是两人的独角戏 但在经过恶意剪辑后 变成了暧昧的双人行 可见眼见不一定为时 但阿伟女友云云 不知其中真相 看到这剪辑过的录像带后 万念俱灰 本来几个小时前 她就得知了姨妈 其实并没有患乳癌 而是想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大赚一笔 亲人的欺骗 足以让她伤心 但现在加上阿伟的出轨 无疑是双重打击 在经过这样绝望的心理历程后 如今云云身上仅有的两个超能力 也消失殆尽 不管这还在录节目 当即就失魂落魄地走出去 而这一走 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许 而阿伟为了寻回女友 找遍了当初他们约会的各个地方 哪知途中遇到了炮哥 这段时间 他养精蓄锐 还找了个靠山当男友 是的男友 虽然是被迫的 现在他得到消息 神棍要开重金大会骗钱 所以打算上去敲他一笔 谁让阿伟这么倒霉 这回撞在了刀口上 反正都有仇 那顺便一起绑了吧 而道德沦丧一幕 被路过的云云撞见 虽然气愤阿伟出轨 但还是不放心地跟了上去 哪知暗中观察的他 听到了阿伟的表白 还得知了那卷录像带 其实是神棍为破解他的特异功能 而特地拍摄的 这下知道男友没有背叛 也随之回来了 动动嘴皮子 就把这帮帅人整得够呛 收拾完砸碎 小两口和好如何 而曾跟云云有过深度交流的阿伟 竟也传染了他的喷火能力 这下谁敢对他女友闲猪手 保证烧得你惊声尖叫 无厘头喜剧《喷火女郎》 是邱淑珍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其中那模仿梦露 裙子被掀的尽头 不知道有没有 惊艳到屏幕前的你呢